佩奇之相是藝人大S的老公汪小菲 他在台北的知名饭店S Hotel 就确定要放五星假了 而其实这个S Hotel 他当初就是以大S的名称来命名的 叫做S Hotel 就位在台北的敦化北路上头 但是这一家饭店 其实从开幕以来 一直以来都是讨论争议不断 其实就在看到在开幕当天 竟然是下起了雷电交加的一个大雷雨 我还记得那个画面 就是摄影记者全部是站一排在外面 而且还一度 因为雨太大动线很混乱 造成说这个访问是一度中断的状况 而且甚至这营业执照还没过 他们当时就在网路上 先开启了这个订房的网站 也让大家就怀疑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先偷跑 但是他们是到时候 那时候是解释说 那个只是一个市营运的状况 但是就造成了很多的争议 尤其这个地方S Hotel 他其实他的房东是龙岩集团 大家传他一年在这个地方的租金 高达8000万元 所以业界就估计他一年最少最少 都得要营收来到了2亿元 才有可能可以打拼 所以看营收是要这么高的状况 现在却又碰上路客大减 竞争压力非常大 其实一直以来经营的 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就位在这个敦化北路上 看到我们有画出来 在敦化北路上S Hotel的位置 就位在这个中间 他的旁边再往北这个地方 有文华东方 再往另外一头 则是有王朝大酒店 所以其实在这边的竞争 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当时汪小飞 就有曾经在他的微博上面讲说 不要拉2300万人一起跪 外界就传说 他其实指的就是总统蔡英文 就是因为这个路客减少 其实让他们的营运压力非常大 就在去年甚至也传出说 他向他的房东龙岩集团来求援 希望可以接手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就传出了最新的消息 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也独家拿到了这张照片 所以就是画面中 您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翻拍的这个协议书 有员工就说了 他们现在要员工签署 这个就是放无薪假 而且仔细看这个内容 他讲的就是说 受到警器 还有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 现在要实施无薪假的措施 这个期间还很长 从2月1号要一直实施到3月底 而且每月要减少的工作天数 就是7天 一个礼拜 等于说你一个月里面 有7天是要放无薪假的 而且他是有员工 给他期限要赶快签名 就有4名员工 因为太晚签名 所以交上去之后 他们就被资钱了 而现在大家也说 这4名资钱员工 是因为超过回复时间 汪小飞他自己也在微博上面讲说了 其实每一个员工都知道 我们现在要实施无薪假 他老婆大开始更说 现在其实大家都愿意共体时间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共体时间的行业 还不只是饭店业 就连百货业也真的很惨 观众朋友 现在接下来看到这个画面 您可能会觉得很惊讶 这是我们过去知道的 信义区百货美食街吗 这是今天下午的画面 可以看到这美食街 真的是几乎都没有人的状况 当时这个地方 可以说6人桌 4人桌 现在就直接变成单人桌 你一个人坐也没有人跟你一起 没有人可以抢 其实就是因为百货的人潮 也因为疫情的影响 非常的严重 尤其在全台湾拥有 10家百货的微风集团 就在今天宣布要裁员三成 这消息是震撼了百货界 因为这三成之多 是高达了大约300人 其实这微风集团 近年来是爆发性的展店 像是集团的董事长廖震翰 他6年就狂开了8间店 2014年的时候是微风松高开幕 接下来2015年是微风新益 接着是16年的微风南京 再来是基捷A1商场 还有去年众所瞩目的微风南山 但是你看他一直展店 可是他营业额其实也是节节高升的 从这个2014年的131一直增加 增加到了去年 他的营收是来到了305亿元 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的记录 而且就在今年1月7号的这个尾牙上面 廖震翰带着他的女儿第一次亮相 在这个尾牙上面甚至宣布说 要给员工打120分 而且年终是高达了7个月 可是这百货经营毕竟没有这么容易 尤其他在信义区里面 您知道吗 微风集团在信义区里面 就拥有了三间店 因为他希望可以在这边提高他的市占率 也因为这样 其实是打得非常辛苦 尤其是他在微风南山 在开幕前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在大专院校各地来找副店长 而且他开出的薪资非常高 还是百万年薪 要找一个百货的副店长 但其实还是蛮难找的 尤其在这个地方 信义区大家讲说是这个 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个小小0.5平方公里里面 竟然就藏了14间的百货 所以在这次 这个人潮减少 大家比较少去逛百货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首当其冲的 我们接下来的新闻 就要镜头带您来到了西区 看看现在的人潮状况 从历新年的装饰都还没有拆除 不过在过年后 百货业开出了第一张 微风决定要大幅裁员三成 这颗裁员震撼但微风 称作是历形性年度太患 最多将裁掉300人 哪里的人感觉真的都有变少 对啊 因为出门就要浪费掉一个口罩 平常一味难求的百货美食街 如今却是满是空桌 到处都有位置 甚至连柜位里头 客人也相当少 其实微风集团2019年 营收达到了305亿元 一月半尾压的时候 董事长廖振汉还说 给员工打120分 最少有下滑两层到三层 那对于这些微风那么多的店来说 它的重叠性太高 那加上说餐饮的比重太高 尤其这一阵子最惨的恰恰好 就是餐饮 你如果是卖衣服什么 大家可能还敢去逛 但是餐饮大家几乎都敢去吃餐厅了 所以它反而是变成是首当其冲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有一方面是扩充太快 一方面它有在为 接下来业绩不好 再做一个瘦身的 不只微风新医区 更是一级百货战区 拥有14家百货 原版A13和新光百货 跳出来说 目前不会有人缘调整 只是人潮大减 第一级业绩恐怕都要衰退 整个消费都降下来 跟当年的SARS很像 那从食住行娱乐购物 各方面呢 其实大家都受到了冲击 疫情持续蔓延 对经济冲击也持续发酵 东森 陈寅新闻 刘沛琪 陆波冲 台北采访报道